那有關那個回圈的相關敘述 再來還有一些地方可能要 我這邊是有提到 在第二頁的地方有提到有關Break的敘述 未來可能會遇到Break 如果你看到Break的話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跳離的意思 有點像強迫跳離的意思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以這個案例 For IE in Range 1到1000停下來等於999 可是我不要跑那麼多 我只要跑到99就停下來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在中間加一個if Ie大於99的時候 後面如果看到Break 它就直接跳離這個回圈 也就是它本來應該跑到999才結束 但是如果你假設 你還沒到就想要離開的話 沒關係 你就在這個地方加一個 它只要遇到Break 它就跳離了 所以這個Break的話 未來還蠻多地方會用到 當然以Fore迴圈用的比較少 後面有個Fore迴圈用的可能更多 也就是當某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那就Break OK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Break 未來會用到Continue 另外還有一個敘述叫Continue 如果遇到Continue 它就意思是跳過的意思 也就是說 如果你遇到Continue 它就不會被執行下面的敘述 就會被跳過的意思 跳過的意思是 它跳回去 它不會執行下一行 OK 但是Continue用的比較少一些些 就是說 會有大概這兩個回圈的敘述 這個順便講一下 雖然Continue用的很少 幾乎沒用過 OK 但是它有這個功能 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未來 如果假設你剛好程式裡面 需要Continue 特別是遇到它的時候 它不會執行下一行 它會跳過去 再執行下一個回圈敘述 OK 那其他的話 我們今天接下來看 那個Continue用法表 那Continue用法表怎麼寫 比較簡單 當然我自己個人的習慣是這樣子 雖然有九列 橫向是列好了 縱向是藍 那可是 這個比較複雜的輸出 你可以不需要說一次就輸出這麼多 你就輸出 一列就好了 一列先輸出 OK 你慢慢在推理 其他列有沒有固定規則 如果有的話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 我們先不要野心這麼大 我們只要先輸出 1乘1等於1 然後 Tab的鍵 然後 1乘2等於2 一直到 到9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沒有什麼固定規則 好像有耶 後面那個數字 1到9 前面固定都是1乘 只有變動的部分應該是哪一個 變動部分應該是這一個 那後面這個相成的結果也會變動 OK 所以 我們其實如果會變動 那表示說 變動的話是1到9 所以我們就是寫一個 假設我今天開一個空白文件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 然後打一個 4i 裡面 我的習慣 後面這個 這個 我習慣用追 所以我先用追 for 追 in range 我希望追這個數字 它是從1到9 所以 0.10 這樣 這樣 OK 冒號一下 後面這個 0.1 因為都固定的 所以 如果0.1就不用加了 因為它這個地方 如果是 0.1可以省略 然後接下來 enter一下 所以 追這個 變數 理論上它會產生是1到9 OK 那我如果今天想要輸出什麼 輸出的結果 我用print print 然後 它開頭一定是1 那 乘後我用x代替好了 1乘上什麼 後面再串接 1乘上 上面那個數字就追 所以 轉型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轉型 外面加那個string 然後再串接 再加 加什麼呢 1乘上1 等於 所以後面加一個 一個文字等於 然後再串接結果 結果的話 就是什麼 1乘上追 OK 應該是1 1乘上追 OK 所以 如果 還有一個 最後一定要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換行 不是換行 加一個這個 叫TAB 所以 尾巴的話 再串接 一個TAB 所以 再串一個 反斜線T 那因為反斜線T 其實你會把它當一個字 這個字的話 雖然它是當成一個字圓 可是它實際上是輸出一個TAB 有沒有 就是讓你好像多了大概四個空白的這個感覺 好 最後的話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 看結果會不會得到我們想要的 來執行一下 它這邊會出現錯誤 它錯誤是說 有錯誤 你這個裡面有INT 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沒有 1乘上追 所以外面怎麼樣 一樣要加ST 轉型一下 如果沒轉型的話 它變成1乘上1 等於1是數字 數字的話 沒辦法串 因為全部都要變文字 OK 所以這個要轉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蠻麻煩的 有沒有 不過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 這個 1乘上 然後這個 假設是1的話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一個等號 然後再加上兩個相乘的結果 然後再換 這個反斜線T的話 就是加一個有點類似像 四個空白的效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執行 理論應該OK 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1乘1等於1 然後這邊會有個 這個 這個什麼 Tab鍵的 有沒有 然後呢 但是你會發現 不對啊 應該是 尾巴應該是幫我接在 這個應該是接在後面 可是它卻換行了 那你 這個地方為什麼換行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我們前一提 有特別提到 因為 Printer本身 它就是輸出結果 自動換行 欸 自動會多一個換行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 不希望說它輸出結果之後 自動換行的話 還記得吧 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 換行這個 給清除掉 但是你需要加一個敘述 如果 斗點有沒有 尾巴那個換行 叫END 把它清除掉的話 就等於空字串 這樣子 這樣的敘述意思是說 幫我把尾巴這邊 本來有個換行喔 幫我把它去掉 OK啊 它尾巴換行 可能本來是一個什麼 先輸出反斜線T 然後這邊 因為Printer的關係 會多帶一個 反斜線N 那這個反斜線N 我不要 所以你可以跟它敘述說 這個東西我不要輸出 那不要輸出的話 就不要換行啦 OK 好 那這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理論上加這個之後 執行 應該就會變成 各位可以看到的結果 有沒有 1乘上1等於1 然後一個TAB 1乘上2等於2 有沒有 一直到1乘上9 有沒有 然後一樣TAB 全部串一起 OK 那這樣的話已經有第一列出現了 再來的話第二列 第二列有什麼變化 來看一下 其實第二列就是 把前面這個數字有沒有 現在就1嘛 那我後面要變成2 所以下一個要變2 一直到9 所以喔 如果我要再加的話 其實可以把這個1有沒有 當成是個變數 那變數部分的話呢 我們實際上 就可以在外面 再加一個I變數 OK 然後呢 加上去之後的話呢 先把它串在一起 其實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這個先完成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 怎麼樣可以把它從 一列 有沒有 變成9列 OK 所以這個輸出變這樣 當然這個 比較 字有點放大 把它縮小一點 不然它會放不下 Ctrl- - OK 比如類似像這樣 目前的話呢 就是 這個還是太寬 Ctrl- 這樣 OK 那目前輸出一個 OK 一個有了 可是要怎麼輸出 下一個 所以 應該大概可以推得出來 前面這個 E 就要變成I OK 然後這個I呢 把它放進來之後呢 然後讓它換下一個 下一個 它就會變成9列馬表 OK 試試看好了 OK 所以第一個 所以以後啦 如果你遇到比較複雜的 程式 你可以分階段寫 第一個寫完 OK了 你大概再來推 有沒有 所以有點像是 你 比如說你要 跨過一個很 很大一個距離的河 你可以先跳過去 有沒有 一個石頭 再跳下一個石頭 你不可能說 你啾一下就跳過河 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有那個石頭 你可以先踩一個 再換下一個 再換下一個 一步一步的 慢慢這個程式就寫出來了 所以有時候啦 反正把那個程式切割 切割 然後慢慢 湊湊湊湊湊 湊一起 這個功能就寫出來了 所以不可能說 一下子馬上 把很複雜的東西寫出來 但是你其實是可以 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再解決第二個問題 第三、第四、第五 一直寫 所以有些東西你看 哇 那程式怎麼寫這麼多啊 它絕對不是一次就寫完的 反正它是先寫第一個step 再寫第二個step ok 那當然如果你用TrackGP 它可能全部都給你了 所以如果全部都給你有個缺點 就是全部都給你 你不知道 哇 雖然你有了 但問題你還要去分析說 這到底要怎麼用它 也比較合理 而且你有時候 每個人的推理 順序不太一樣 ok 所以用它的推理 像我有時候反而不習慣 所以我反而會想要把程式顛倒一下 可能我習慣先A在B在C 它可能就是什麼 先C在B吧 顛倒 我看了就不習慣了 我去把它顛倒一下 那你自己看就會覺得這個ok 看了就比較習慣了 我覺得程式有的時候 還是要有自己的感覺 你寫起來就會很愉快 ok 試試看好了 所以第一段step 這一段程式其實只有兩行 但是每個地方都很重要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程式在雲亮白板上面也有 然後在第三頁這邊 一模一樣有沒有 for J in Ranch 就是這一段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打錯 然後該轉型就轉型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冷靜一點 是寫可以的 是一段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